那年24歲第一份工作 正式進入職場 我就期許自己說 我能做一份我喜歡的工作 希望我喜歡的事情正好能賺點錢 正好可以養活自己 就這樣很迷惘地進入一間三百多人的公司 當一個最繼承的新人 我常常在想 我們剛開始都抱著一個熱忱到公司上班 但怎麼經歷社會跟職場的摧殘之後 最後我只覺得生活很難 今年我26歲 然後經歷過跟社會的磨合還有一些挫折 我將就過自己的生活 也妥協過自己的工作 然後我也才認清說 現實永遠不會像自己想的那麼美好 然後這麼年輕的自己 其實沒有本錢去任性地做自己想做的事 但同時我也告訴自己說 當我愛著我的工作的時候 我的付出是一無反顧的 但當我不愛了我也不會回頭 所以我就離職了 因為我要去追我自己真正想要的人生 那年準備創業前輩都會告訴我說 創業成功的比率不大百分之一 然後能撐過五年的創業 加一百個人裡面 只有一個可以成功 然後平均一百個創業的人裡面 有九十個都在一年裡面放肆了 但我在想你追自己的理想 其實就是在推一顆石頭上山 然後山頂就是你的夢想 你夢寐以求想要到達的地方 你每天在推的那顆石頭 就是你的工作 是你每天要去過的日常 達到夢想的過程 真的不會那麼順遂 石頭很重 你推的很辛苦 每天要重複無聊的工作 常常會覺得 我究竟在忙什麼 為什麼要為了一個目標 爬上山頂 然後變得好狼狽 甚至會忘記自己 為何最初要上山頂的理由 忘了自己最初的熱忱 我們在追夢想的過程 可以辛苦 但不能痛苦 因為我們很有可能 一輩子都打不到山頂 然後最後會發現說 原來我們愛上的 不是那個夢想 而是應該要愛上我們 去追夢想的過程 好好生活 喜歡你的工作 然後喜歡你的日常